为了抵御超强威力的子弹 人类发明了相当硬核的防弹钢板 在面对高速运行的子弹时 不仅能减少伤害 还能做到毫发未损 目前为止能hold住子弹的 除了玻璃制成的卤伯的之类外 那就是这防弹钢板和一压机了 一压机咱都知道 是工业界的大佬 任何物品到了他身下后 分分秒秒钟就会被他给征服 就连反弹个子弹都得叫他一句大哥 那要是让这两位王者凑在一起对决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同样相当好奇的老外 赶忙找了一块6个半毫米的防弹钢板 随后就放在了100多一压机下 一压机被启动后缓缓下降 随后朝着防弹钢板挤压过去了 明显可以看到防弹钢板被压扁了 但是并没有爆裂和破碎 于是老外给一压机换了一个小的喷嘴 再次启动一压机去对战防弹钢板 并且在下方放置了一些胶和木板 一压机火力全开去挤压防弹钢板 当压力值快要到达顶点时 砰防弹钢板爆碎弹飞出去了 我的个乖乖 还真是墙中自有墙中手 回头再看看一压机 喷嘴处也有损伤 这莫非就是伤敌1400 视频素材来源网络 我们下期再见